假日品選戰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 到底哪些給選民的小物品可能涉及會選 台南地檢署特別舉辦了座談 找來候選人上課 結果這一題考倒了檢察官 濃稠的羹攤紅白蘿蔔滿滿蔬菜 就是台南在地的帕撈米 傳統做法是扁魚蝦米先爆香 再加入了金針木耳還有豬肉魚漿蝦子 台南的撈米是台南人嫁娶必備 喜慶上常見的食物 結果參加反會選座談會的台南候選人 提出了問題說 請選民吃一碗撈米 到底算不算會選 原來台南市辦反會選座談會 一百二十五人來參加 當時檢察官就針對了宣傳物 活動上提供的茶水餐飲 到底算不算會選來說明 結果就有候選人 提出說台南在地的撈米 從大小碗材料多少甚至到不到地 都會讓選民當作是投票的標準 就問一句給撈米到底算不算是會選 檢察官當場被問到 提問的候選人認為 一碗撈米就會左右選情 現在其實也漸漸轉型成送包子或是種植的包種的一個諧音的一個福氣來討一個吉祥 因此具體個案就幾副標的 主觀上有無行賄的意圖 即客觀上是否足以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的投票意願來判斷 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在活動上提供了茶水餐點 澎不澎湃會左右選民的投票嗎 抓住選民的位不一定拿得到那一張票 候選人努力的目標可別搞錯 三天新聞王少宇 黃啟超 朱宇榮綜合報導